一开始呢 要这块地来造领的时候 我是觉得特别难的 困难有啊 但是那个都不会改变 我的那个生活态度 我们的孩子可能是障碍 多了一个 能不能转变一个观点 没有通水道之前 马海鲜从来不有个大小生 我就必须这样搭着水道 如果这些年的摸索 形成了我们的一种模式 我们就叫它建设性扶平模式 各位好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热线12的特别节目 重温善行录 我是主持人曹东 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理想的大学 这恐怕是每个学生的梦想 然而呢 对于今天故事里的这两位 主人公来说 虽然他们收到了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但是梦想却依然遥远 因为家境的贫困 他们不得不放弃学业 读书对于他们来说 一度成为了奢望 我叫乡凯 现在住在陕西省紫长县 我的爸爸叫乡连舍 是一位陕西省民间艺人 我们当地人管这叫陕北道秦 也算是秦枪的一种吧 我们整个一家人都是陕北道秦的传承人 我爷爷是第五代 我叔叔还有我爸是第六代 我和我姐是第七代 大家聚在一起排练戏的时候 是非常热闹的 强凯在今年的高考中考了637分 被西安交通大学的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录取 他是这个道秦世家里 第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孩子 在别人家这本是一件高兴的事 却让一直相依为命的父亲犯了难 强凯的父亲强连舍 14岁的时候就出了学 开始唱道秦 那个时候道秦演出正是兴盛 一场演出十里八乡的村民 都会赶过来看 帅 几乎全子长的人都知道 强连舍这个名字 就是我爸的名字 反正一提到道秦 就会想到他 在强连舍最好的年纪 认识了强凯的母亲 年轻貌美 是当时自长线道秦剧团里的第一花旦 他是最有名的 就是整个地区最有名的一个男主角 然后最有名的女主角就差不多是我妈 随后两个姐姐和强凯陆续来到了这个家庭 在强凯小时候的记忆里是跟着爸爸妈妈四处演出 他十分开心 台上父母株莲碧盒演绎粉墓人生 台下相夫教子 其乐融融 当时的话比现在要艰苦多了 因为现在因为匆匆都通了公路 然后以前的话都都是土楼 一个三轮车 然后拉一些唱戏的箱子 然后人就坐在上边 然后又走的是山路 时间过得飞快 转眼间来到了2007年 那一年一件让强连社激进崩溃的事情发生了 他曾引以为傲的嗓子突然沙哑 对于戏曲艺人来说 失去嗓子等于失去了一切 人生自暗淡 那个世界我小学下的吧 活去 时过境迁 随着电视网络开始在农村逐渐普及 村民们农闲的生活越来越丰富 随之而来的 使道经演出越来越不景气 强连社的剧团演出门口罗雀 事业日搏西山 就在此时 强凯的母亲突然提出离婚 选择离去 有时候就想 人家都有孩子 都有妈妈 都那么爱他 然后我自己却 就只有我一个人 在那时候我就 基本没有 对这个开心 现在一般住也都是我一个人住 回来之后也都没有 我发现特别少学的事 我演一场戏 我演一场戏 你演这个眼里 滑滑滑滑滑滑 人生刚刚起步 强连社生命中最爱的道琴和妻子 都选择和自己分手 双重打击 让这个三十多岁 正值壮年的陕北汉子 赏心欲绝 离婚的那个晚上 父亲强连社来到了强凯的屋子里 抱着年仅十二岁的强凯 吱声痛哭 可是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 他说我们孩子 是他生活的唯一支撑的力量 然后如果没有我们孩子的话 他可能都没有办法再活下去了 戏如人生 人生如戏 哭过闹过 爱过恨过 退却千华 生活还得继续 那个夜晚 父子俩相拥 说了很多 强连社骨子里 那股属于陕北人的生冷倔硬 被激发了出来 他决定要一个人撑起这个家 之前我都我带 都要给我 就要我带 既然我给我 那我就进入我的公司 可以 我去那边要费 也要 不要贪 母亲走后 强开的大姐承担起了 照顾弟弟妹妹的重任 担当着这个家庭 母亲的角色 为了减轻父亲的负担 贴补家用 大姐选择辍学 外出打工 如今已经结婚生子 经营着一家烧烤店 然后姐姐演其实挺不容易的 但是每次我们上学 走的时候 她都会给我们一二百块钱 道青演出行情更加的不景气 演出收入难以为继 孩子渐渐长大 逐渐面临各自人生重要关口 作为家里唯一的职称 强连社知道 孩子们都指望着自己 那个曾经让自己 无比风光的道情 那个自己曾经深爱的酸酸的曲调 已经不属于这个家了 为了供孩子上学 父亲强连社决定 放下这个他干了将近二十年 爱了将近二十年的道青 换上粗衣补衫 外出打工挣钱 去的那个时机我记得就 东西就不吵了 吵着啥 我东西吵着啥 不吵了 我就 转个方向 我儿子念 上学 小儿子 不要学上来 而父子抱头痛哭的那个夜晚过后 蒋凯也渐渐长大 懂事 开始努力学习了 家庭贫困 没有让这个少年意气消沉 在强凯身上更多的是 陕北人的乐观 叫他投球 你看投球又是这样 投球又是这样 还有这样 投球 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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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家庭中想起 属于强凯的清贫 但快乐的青春就这样 一天天过去 转眼间到了2015年 强凯参加了高考 考得了637分 8月初强凯收到了西安交通大学的 录取通知书 这个消息让那时刚巧住在强凯家的爷爷 乐开了话 接着靠大学开始 一起去做庄园嘛 搞笑嘛 搞笑 再唱两句 请照下车 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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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此景 父亲强连社梦想了八年 期待了八年 苦苦坚韧了八年 强开 以为父亲会大喜过望 可是没有想到 这一刻来临时 父亲却出奇的平静 他把通知书拉出来 拉出来之后 看了一下 我看见他眼睛在扫描 然后看完之后 笑了一下 然后就放进去了 然后再也没有什么其他表情 强开知道 此时父亲已经开始为自己和二姐上大学的费用 发愁了 他的报名费得五千二 然后学杂我估计一千多 住宿费是一千二 加起来就是七千多 然后我姐的 我姐的也是七千多 我们俩 加起来就是一万四了 我父亲估计只能挣两万四 你想一想 只剩下一万块钱 我们全家人一年 就必须靠这一万块钱学习 我是637 我数学是149 我数学不可能不好 但是当我算这么简单的数学题的时候 我感觉这比我学过最难的那个导数题都要难算 都要算得比我更揪心 强凯考上了重点大学 这在强家沟 这个小山村 可是见了不起的大事 强烈社说 这比他当年当上最年轻的稻青团长风光多了 这是我爷爷 唱老稻青的 他眼睛刚做了 刚做了 就是里面长了一个肉瘤 然后割掉了 长得特别漂亮 因为在乡村里确实大学生是比较少的 然后只要稍微考得好一点 听别人说 好 然后他们乡亲们 虽然说没文化 但是那种就是高兴急切的心情都可以体现出来 大家聊着聊着 讲开着爷爷说到高兴处忽然想起 家里有一块垒院将的石头 好像是祖上留下的 村里人起哄 让壮远郎来认认石头上的字 经过大家的辩认 确定了这是祖上的一位女性长辈 被长刺的一块咸孝排饼 当年这位老祖奶奶活了120多岁 并培养出了很多考上功名的孩子 被意外发现的这块牌匾 让强连社觉得 这也许是冥冥中的一种暗示 强开学费的事 自己还是得向村里的长辈们寻求些帮助 为了让儿子上大学 我确实特别想上大学 然后但是一想到父亲借钱 然后想到他低声下气的去到处求人 自己心里特别难受 不好受 咋得好受 特别难受 这滋味 大学毕竟是我自己通向未来 推向理想的算是唯一的一个道路吧 扛着这个脸皮 所以给我扛 不好受 也得好受 早晨六点多 强开和父亲强连社就早早的起床 因为他们要赶到一百多里外的村子演出 这场演出强连社能挣一百多元 虽然不能解决强开的学费问题 但在这个时候 每多赚一分钱都很重要 强开决定今天要和父亲一起去 想着在上大学前的最后一个暑假 再给父亲帮忙减轻他的负担 十点钟演出开始 父亲负责拉板鼓 为台上演员伴奏 强开负责给演出打板 别人两个一东一西 一打一拉 配合得倒也默契 十一点 道庆演出结束 蒋凯帮着父亲抢时间拆台 收拾道具 赶着在吃完村上供应的免费合了面后 下午剧团还要赶到下个村子去演出 我干了十分钟左右吧 然后虽然比较节短 但是感觉整个腰都累的 就是酸得不行 我觉得这个最沉重的地方 就是腰部 所以说我感觉这些人都是挺辛苦的 已经不是当年洪小生 因为是临时过来帮忙的 所以墙凯父子能干的事很杂 别的专职演员都去和村民做席吃饭 墙凯父子还要负责 看一车的服装道具 仅有的一小块阴凉 是父子俩在这如火的九月交扬下 唯一的容身之地 长大以后 就会面对一个现实问题 就是雷想真的是挺费勤的 这片光明对于别人来说 肯定是光彩的 但是属于我和我父亲的 却只有那片阴影 你虽然可以看得到希望 虽然可以看得到未来 是多么美好 但是你还是不敢踏入现实 它是会刺痛你的身体 甚至是刺痛你的心灵 因为它会让你感觉到非常痛苦 因为太阳擅朽了 背是会很疼的 就在强凯家为学费发愁的时候 2015年8月20日 加多宝徐子晴工艺助学项目 来到了强凯的家中 也是希望能够带领更多的一些社会力量 能够加入到这个助学的项目里面 能帮助更多的平衡学者升大学 很乐观 也表示他们 对 坚信一定能够战胜困难的 所以那个小强也是特别阳光 特别乐观 这个面貌很好 我把我儿子过上大学 这是我第一个完成的任务 第二个梦想 我就是把这个陕北造成 所以我有一体 要唱出我们陕北 走向全国 这就是我第二个梦想 我这一生就 真没有别的梦想 儿子今天就要离开此场 去西安寻找自己的大学梦 我们俩子就是关系非常很好 虽然我们俩就不在一块儿了 你在西安的我在山北的 一直不是联系 行李某某的 就是他也有我 我也有他 五千元对于强凯家来说 可谓是雪中送炭 一方面减轻了强家的经济压力 另一方面也帮助强凯实现了 他的大学梦 同样 在四川省梁山遗族自治州 18岁的地门妹妹 也面临着和强凯一样的辍学的困境 因为家境贫困 可怕上学的他很早以前就开始靠自己的努力来攒学费 尽管如此 家徒四壁的他仍然面临辍学 雷波县地处梁山遗族自治州的东北部 素有中国遗族民歌之乡的美誉 在距离县城五十多公里外的山冷港乡 有个叫竹儿村的地方 海拔三千二百多米 虽然不乏美丽的山间美景 但极端的地质条件和气候 让这里的村民们一直无法摆脱贫困的命运 在这片近乎荒芜的土地上 只能产出少量竹笋和土豆 而这些便是村民们唯一的食物和收入来源 山高路远收入微薄 这一切都导致村里的许多孩子 在完成义务教育之后 就要面临辍学的困境 为了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 在家待上几年后 大一些的孩子就要开始外出自谋生路 如果是女孩就要准备早早出嫁 在山间唱歌的少女名叫地门妹妹 今年十八岁 一家八口人挤在山坡上 一个不足二十平方米的土坯房里 走进屋子 四周一片昏暗 满目笑然 这阵微微发亮的白尺灯 就是家中唯一的点气 尽管家庭贫困 地门妹妹却从来没有放弃过 想要读书的念头 一直想着念说 我觉得读书是最快乐的 所以我一直没有放弃过 放弃了你永远都找不出大娘山 我不想跟其他人一样 那么小就嫁人 雅家福考 我也没有这个能力 小学毕业之后 地门妹妹就暗暗下定决心 要通过自己的力量 继续完成学业 以前有老师一直都在鼓励我们 说知识改变命运 只要努力 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 我一直相信 所以我就算家里贫困 交不上学费 我也想着我要去打笋子 我知道打笋子 可以赚很多的钱 早上五点半的时候 开始早拿着电筒 因为当时天还没亮 就早下午六七点才回来 有时候八点半都没有回来 因为就是路有点远 而且在中途特别地累 有时候在半路 当时我也想过放弃的念头 但是我知道 一天放弃了 就浪费了十多块钱 对我说十几块钱也是挺重要的 所以我还是坚持去打 那段日子 正在长身体的地门妹妹 为了节省开销 每天只能吃一顿饭 可仅仅依靠打竹笋挣来的钱 依然不能凑足上学的费用 这是地门妹妹第二次面临辍学的困境 拿到录取通知书 却又不得不放弃学艺 这让女孩的心中充满了无助和绝望 我知道眼泪不管用 但是她自己就时不时地流出来 但是忍不住嘛 她还是哭了 授予计划的帮扶对象 主要面向家庭贫困 学习成绩薄络的学生 工作组通过师弟走访 精准到每一名学生 开展一帮一的助学工作 为了能让孩子们真正摆脱困境 授予计划团队还专门制定了一套 帮助孩子们成才的五年成长助学方案 实际上我们在制作这批孩子进学校开始 我们已经开始要锁定哪些企业来跟我们合作 将来来接受这批孩子 我们还要给他抽一笔资金 在帮助他读完成人教育的大专 在授予计划团队的帮助下 地门妹妹成为了四川省档案学校学前教育专业的一名学生 并申请到了每年六千元的助学金 这让女孩的心中多了一份希望 地门妹妹很珍视眼前这来之不易的生活 除了完成日常的功课 她还通过课余时间的勤工俭学 来补贴自己在学校的生活费用 你看一个嘛 来 阿姨一查一个干蛋糕 知道我爸爸妈妈他们也没有什么钱 给我打来生活费用 我想减轻一点负担 所以我自己觉得中午也没事干 在学校也花很多的钱 我就找一点觉得有意义的事情 这个教育时间比较长五年的时间 因此我们不易就说瞬间偏离开花 有计划有规划的慢慢往前推 这样的话才可以把这个事情做稳 做大做强 才能够去帮助到更多的孩子 让每个孩子能成为社会有用的人 为了表达对授予计划的感恩之情 地门妹妹和她的同学们 还专门排练了一支歌舞节目 准备为支持授予计划的爱心企业家们 筹备一场特别的汇报演出 这次活动也让地门妹妹来到北京的梦想成为了现实 他们都不相信我要去北京 因为北京对于我们的村子里面的人来说 非常的遥远 对于我也很遥远 看到地门妹妹开心的样子 母亲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她想为从未出过远门的女儿做点事情 因为她知道我要去很远的地方 她也希望我穿得漂漂亮亮的 跟其他的孩子一样 所以把她妈妈传给她的一个珍珠给卖了 卖了一千块钱 然后就给我借五百块钱 北京我来了 北京我们来了 我们都来着自己的扫金 对什么都很惊奇 就趴这趴那的 后面我的空间都不足了 全部都被我攀完了 我第一天站在天安门 天安门馆上 我就对王老师说 哇 王老师 外面的世界真漂亮啊 我就不回家了 他说那好吧 你就在这里扫地 为他们希望怎么的 但是我在想以后 我要好好地学习 以后我要早出大年山 我就有这个想法 北京之行结束了 孩子们带着珍贵的回忆 回到了家乡 地门妹妹也开始对自己的未来 展开了美好的想象 当一个人组合数字提高了 他的希望就高了 他的梦想就不一样了 就是我们想通过这个办法 让孩子懂得 我还有更好的梦 我最淡的心愿 就是早出大年山 还有我要一个梦想 就是想当一名歌手 我喜欢极客记忆 我特别喜欢 他唱的那个阿俊 汉语发音成 就是不要怕的意思 我每当遇到不开心的事情 或者是不顺心的事情的时候 我都会听那首歌 他会给我鼓励 在自己心里面告诉自己 不管成不成功 我都会阿吉罗 我什么都不怕 就算没有含血成功 我也心满意足 至少我有这个胆量 能够站在那个舞台上 就算我没有他们那么优秀 没有他们那么有好的家庭条件 但是我至少我还有梦 有梦就应该去努力 去追求 去实现 现实生活中 就是有很多 最爱我实现梦想的东西 但是我一直都 不会提下脚步 我要去实现 我最初的梦想 好 来介绍一下 道场的两位嘉宾 这位是来自北京大学法学院 非盈利组织法研究中心的主任 金锦平老师 欢迎你 这位是本栏目的特约评论员 白宇 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两个助学项目 实际上它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一方面是我们的爱心企业 而另外一方面又是慈善机构 慈善机构它是搭台 而爱心企业是出钱 那您怎么看待这二者之间的 有效的合作呢 金老师 实际上这个对一般的助学项目而言 的确爱心企业只是出钱就可以了 但在我们今天看的短片里面 我们看到爱心企业不光要出钱 更重要他们还要给机会 也就是对贫困学生来讲 我们会发现仅仅给他学费 只能解决他一般的教育问题 但是他如何去寻找到 他发展的机会 能够尽快地在社会中找到工作 给他一家人带来新的希望 那么在这些公益项目里 我们可以看到 爱心企业给了实习或者工作的机会 让他们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 掌握工作技能 获得工作岗位 所以这样做模式 实际上可以看到爱心企业 他也知道了这些贫困学生的痛点在哪里 他不仅仅是学费的欠缺 更重要的是发展机会的欠缺 对 白宇你怎么看待二者的合作呢 其实我觉得呢 不管是慈善机构 还是爱心企业 这里面有个关键词 我个人认为应该叫做 有效的对接 慈善企业 有公益心的企业 那么他需要寻找一些很好的项目 那么对于这个慈善机构 特别是他们手里面又拿着很多的 比如说需要这个来帮扶的这样的孩子 但是他也要找到合适的来帮扶的这样的企业 只有有效的对接了 那么我想多方的梦才能够实现 这里面有一个是企业的梦 企业可能会希望 我通过帮助孩子 第一 其实他是对社会做出了一个承诺 我不仅仅是来赚取利益的 同时我还有我的社会责任 那么公益机构实现了他的价值 就是我让多方实现了有效的对接 而最为受益的则是那些贫困的孩子们 对 就像白宇说的 实际上有爱心的企业比比皆是 就拿今天其中的一个项目的资助方 这是加多宝来说 人家有一个项目叫加多宝学子情 整整运行了15年 就截止到刚刚过去的2015年 他已经帮扶了1万多名贫困学子 完成了上学梦 应该说做了很多的工作 那么现在我们倡导的是精准扶贫 那怎么能够让这些爱心企业的爱心 更加的有的放施呢 金老师 其实这是公益项目里面 会最难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工和需之间如何有效对接 那么慈善组织或者专业的慈善组织 他就是要做这个事情 也就是首先他要去发现 社会里面真正需要解决社会问题 以及与一些相关的那些需要帮助的受益人群体 到底是谁 对 然后他要去分析 构成他们困境的原因是什么 也就是说我们原先的简单给钱给物 发现只是简一时之序 而无法让他永久的脱离那个困境 对 所以他要去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公益项目去解决 另一方面呢 对慈善组织来讲 他要获得更多的资源 所以想爱心企业 也并不是所有的爱心企业 都是会有这方面的这个情怀 或者是格局的 所以他们找到合适的企业 然后要进行有效对接 所以像加多博这样的企业呢 他们可能也不仅仅找一家慈善组织 而很多慈善组织也不仅仅找一家企业 对 他们虚功和虚之间 就慈善组织作为这样一个专业的一个中转站 来完成一个相当于项目和服务的一个升级 最终来解决社会问题 对 就像金老师说的 我们帮助一个人 不是说我给他扶上马就行了 还得送一程 兽之以鱼不如兽之以鱼 现在这个兽于计划在这方面 应该说做的是非常的到位 那白宇你怎么来看待 比如说这一个贫困生 他上了学了 将来还得找工作呢 我怎么能够学的这个一技之成 到社会上让我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你怎么看待这个事呢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准型对准两个焦点 一个焦点叫做什么呢 从雪中送碳式的到锦上添花形的 刚才我们说贫困的孩子到了入学的年龄了 我们一定要帮助他上学 这是我们要做的雪中送碳 那么锦上添花是什么 他的义务教育阶段结束以后 怎么能够让他跟社会的用功需求相互的对接 还是一个对接的关键词 那么对接其实我们讲的就是说 要让人力资源的供需得到一个高效的提升 比如说仅仅是义务阶段的教育 我们帮扶他结束以后 他的技术是没有的 所以在这个方面要根据孩子们的不同的成长的需求 以及社会的用功的需求 其实需求的焦点是什么 是劳动力 那么这个劳动力 它到底它的核心价值在哪 我觉得不管是企业还是慈产机构 要定好位 甚至要更多的投入人力精力 帮助孩子找准你的价值在哪 之后再理出一个合理的高效的培养的方式 其实对于贫困来讲 我们会发现高准遭准的原因是非常多的 比如说有的是因为收入太少 有的是因为支出太多 所以如果比如说因病治平 因病返平 那是另外一个解决思路 但是如果说对于收入太少的家庭来讲 那我们就要帮这个家庭获得一个 它可以持续不断地获得收入的这样一个途径 那么你简单地给钱给 我刚才说过了 一室之序而已 对 给他去帮助他去塑造一个能够有长期的制造创造收入这样一个劳动者 或者更多劳动者 那可能从这意义上来讲 对这家庭来讲可能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根本 一开始呢 要这块地来造领的时候 我是觉得特别难的 困难有啊 但是那个都不会改变我的生活态度 我们的孩子可能是障碍多了一个 能不能转变一个观念 没有通水道之前 马海诚从来没有过大学生 我就必须想打着水道 如果这些年来摸索形成了我们的一个模式 我们就加拿建设形成了我们的模式